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討論的是語法教學 你們猜猜看其實不用猜 大家想都知道 實際上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最常遇到的教學內容是什麼? 我們最常在教學生教什麼呢? 學生會想要知道的就是語法 只是我們教語法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就告訴他說 我今天要教什麼語法 但是我們最常在處理的 大概就是語法跟詞彙兩個東西 因為漢字的話一開始相當重要 可是大概到了第二階段 不能說第二階段 大概第一個學期上完了以後 學生已經知道自己怎麼學習漢字了 這當然有一些原因 那個原因 就在那個秘密 就藏在黃佩永老師那本書裡面 很重要 就是說怎麼樣讓學生 除了在07點的階段以外 後面都可以自學漢字 這個其實是我們下禮拜要探討的 但是像語法的話就是相當麻煩 它有兩個主要有兩個麻煩 第一個是說 學生他會很希望聽到一個規則 可是事實上呢 他們所想像的那個規則可能不一定存在 或者是說所有的規則它都有例外 這是第一個麻煩的地方 第二個麻煩的地方是 就算它其實有規則 我們可能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呢 並不是說學者沒有研究出來 也沒有研究出來 而是說我們自己平常在說話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會去想語法是什麼 這個在校永的共筆裡面寫到一個很好話 他說 以前學英文的時候最怕遇到外國老師教語法 你學英文的時候遇到那個native speaker 要教你語法 你問他什麼他就說 我都是這樣講的 這好像也變成一種教法了這樣 那中文的話呢 就更容易這樣子了 因為呢在英文裡面呢 我們可能外國老師他不會教語法 但是你可能有這個語法的書籍可以參考 那中文呢其實也是有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大家 如果將來真的要走這條路的話 要花最多時間努力進修的部分 就是語法的部分 那我今天待會兒我會給大家看幾本 我手邊帶了幾本來 另外有一些我們就上那個anobi上面去看 就是推薦的語法書 其實現在有很多很多的語法書 但是我推薦這幾本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待會兒再跟大家說 好 那我們首先先來解決一些 今天的這個討論的內容分成幾個部分 我們首先先解決一些比較簡單的 屬於所謂語法的疑難雜症 就是針對語法點來講的 第一個問題是仁奇問的 他說什麼叫做動詞沒有一致的詞位 他不問我沒發現 他一問我才發現 這個好像有一個typo在這裡 他好像有一個印刷的錯誤 請大家看到葉老師的書 一百二十七頁這個地方 動詞沒有一致的詞位 它後面那是什麼字啊 真的人幾不問我還沒被注意到 這不可能的 這應該就是 agreement 可是問題是說那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其他外文系的同學 學過漢語語法的 或者學過一般的語言語法學的 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叫做沒有一致的詞位 那到底什麼是 agreement 你說如果你是第三人 英文來講 你說你是第三人稱單書 那你動詞就要加s 這種字 動詞跟那個意思的 agreement 好 所以他其實不是在講單一個動詞 是動詞在句子裡面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樣的現象呢 在其他的語言裡面 第三人稱單書 那後面可能就要有一些 特殊的表示對不對 那所以他的動詞 就是會配合他的主詞 那比較可怕的 有一些語言 他不但配合主詞 他可能還配合別的部分 他會互相配合 可是在中文裡面呢 你說我愛他愛你愛什麼 都都是一樣 那個愛後面沒有任何的表示 所以你光看這個愛這樣的話 你根本沒有辦法 就是說他跟 他並不試圖去跟主詞連結 他沒有任何的關係 他是獨立的 他是獨立的 他就一個放在這邊 所以我們可以隨時置換 這個也變成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說 有些 我曾經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就是說法國同學 法國同學他在一開始 學華語一的時候 他特別喜歡去練習一些句子 比如說我剛講的 我愛你愛他愛這個 為什麼他去練這個句子呢 因為他覺得說 這很重要 在法文第一課開始 你就要講主詞 然後因為會根據主詞的變化 動詞的語尾會有一些變化 所以你必須把它記熟 所以他就去練習這個 練了半天以後發現 怎麼好像從頭到尾都是同一個愛字 根本沒有必要講那麼多次 其實你是可以隨時置換 那這個呢 學生在學習上面 他們剛開始發現這點的時候 其實還蠻開心的 為什麼呢 那簡單啊 對不對 後面你根本就不用去管了 主詞怎麼變化 動詞你都還可以維持 是同一個動詞 是一樣的 這就是所謂的一致性 這個一致其實嚴格來講 應該是說 動詞不需要配合主詞 或者其他的 劇中的其他成分 來改變自己的詞位 好 這個是一致性 這比較簡單 好第二個 什麼叫做單純詞 誰可以解釋 這也是同學問到的 就是什麼叫單純詞 而且他舉的例子是說 這密奇吧 對不對 你舉了兩個例子 就說為什麼這個是單純詞 誰知道什麼是單純詞 這以前學漢語語法的時候 有沒有學過 誰可以比較簡單的給一個 大家在那邊狂犯書 可能是好像葉老師的書上沒有 應該是密奇那本書上提到的 可是你們沒有看過這個說法 單純詞 密奇你可以舉一下 那個單純詞的例子 你的問題裡面寫到這個問題 單純詞 單純詞 它上面寫的例子是 好我寫給大家看 他舉的例子是這個 我的韓國學生 把它改成韓文 分分 和 靈 力 好 分分和靈力 分分和靈力 誰知道這個是 以前有沒有學過 以前有沒有學過 在你們學漢語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講 就是有一種詞 它是怎麼樣的 沒有 沒有任何人聽過這個說法 好 那 那個 密奇在你的書裡面 他有沒有特別講說 單純詞的 特色是什麼 它只是列舉 還是 我看我的書裡面 因為我看不懂它 好 它的說明你可以唸給大家聽嗎 他說單純詞是 由一個語速構成 以單音節為多 就這樣子 有一個 是 好啦 這單純詞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在講這個 語速跟詞的關係 什麼叫做語速 什麼叫語速 你們以前學 學語言學的時候 知不知道什麼叫語速 可以定義一下語速 語速跟詞 有什麼不一樣 最小的意義單位 最小的意義單位 對不對 最小的意義單位 對不對 最小的意義單位是語速 那詞呢 詞就是有一定語速 註冊成 好 好 沒有錯 最小的意義單位是語速 什麼叫單純詞呢 就是它只有一個語速 一般來講都會是單音節 可是你們看這個分分 如果我把分分拆開來 它的意思是什麼 分 它的意思還是分分的意思 對不對 好 那零力就更好玩了 你看你把零力拆開來 什麼是零 什麼是力 你可以單獨解釋零或力嗎 沒有耶 它是雙音節的 但是單語速的 單語速的這種叫做單純詞 因為中文的詞呢 大部分是 我們現在 現代漢語裡面的詞 大部分是雙音節的 但是這些雙音節的詞呢 大部分是由兩個語速構成 比如說我講 構跟成 構成 這個看你怎麼去分析這個 構成其實是 構是動詞對不對 那成可能是動詞的補語 對不對 構成 這是一個 那我們說華語 華語是由華跟語構成的 對不對 那華是什麼 在這裡指的是中國 中華 中文 那語的話指的是語言 這是兩個語速 可是像林立 你沒辦法拆開它 那類似的詞呢 如果是雙音節單語速的 我們有時候會稱它為連緬詞 連緬詞 可能你們以前也學過 只是不一定記得 有哪些詞是這樣子 大家還可以想到什麼 雙音節單語速的 是啊 葡萄對不對 你說葡或陶 沒有人這樣講 對不對 葡只有在哪裡會單獨用 如果它指的是葡萄牙 它作為葡萄牙 那個國家的縮寫 一個葡字 對不對 不然的話它沒有別的了 它葡萄兩個音 對不對 還有什麼 琵琶也是 對不對 不能皮或爬 那或者還有什麼 像蜻蜓蝴蝶 什麼 蜘蛛 蜘蛛 蜘蛛其實就在那個豬上面 蜘 對不對 好 那對 這些的 這些的都我們 蛤 豬可以單獨 可是問題是 隻跟豬 隻就不能單獨 而且蜘蛛兩個合在一起 它還是豬 它還是豬 對不對 那它就還是只有一個語速而已 好 這種就是叫做單純詞 好 蜘蛛這樣可以嗎 可以理解嗎 有沒有符合它書上講的東西 沒有 書上說 珍珠的詞 然後 單純詞 又是有一個語速構成 我覺得 知道他們 就是語速詞 跟單純詞 我覺得它的那個 層次好混亂 層次好混亂 對不對 主要是這樣子 因為詞是一個很模糊的說法 詞沒有一定的定義 或者也不能說詞沒有一定的定義 我們在講詞的時候 我們想到的很多 就是它組成一個 好像是語役單位 語速跟語役單位又不太一樣 語役單位是說 我這樣講 它就是這個語役 可是語速的話 是最小最小的表役單位 所以你說 蜘蛛是一個詞 沒錯 蜘蛛是一個詞 可是它的語速是什麼 是蜘蛛 對不對 蜘蛛就是那個東西 那那個東西 它只有這個語速 可是它有兩個音節 所以我們是這樣在講的 那因為這個主要 如果我們去看那個 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看 就會發現 為什麼我們會特別注意到這種現象 因為大部分的中文都是 單音節 單語速 就是一個音節一個語速 然後呢 當它變成兩個音節的時候 通常是兩個不同的語速都在一起的 這即使在古代也是這樣子 可是即使在古代 早在漢朝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 有一些詞 像我們剛剛講的蜻蜓蝴蝶 什麼什麼這個 它天生就是兩個音節 但是呢 卻是單語速 那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重要呢 就是說 我們的外國學生很可愛 當你告訴他中文 一字一音 甚至是 一字一音 一億 其實不能算是一億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可能一字多億 對不對 但是你一字一音 然後呢 它就是一個語速單位 他們就會很開心的 開始自己排列組合 好 這是好的現象 但是呢 也會出現一些問題 比如說像蝴蝶蜓蜓這種詞 它會有的學生呢 那種自我要求特別高的學生 他當初一開始 你跟他講中文 中是中國 文是 跟這個 這個 這個 culture 或者是language有關的東西 他覺得這種方法學語言太快了 所以以後呢 他學到任何一個詞 他都要求你一定要把 原始的語速告訴他 那就好 問題就來了 你今天叫蜻蜓 他說那蜻是什麼 你說沒有啊 他們兩個合在一起 就是那種 那種會飛的那個 他好像說 沒有啊 你不是說每個字都有一個意思 那一定有啊 那蜻蜓是什麼 那蜻是什麼 蜻是什麼 蜻我們還可以用在哪裡 蜻我們還可以用在哪裡 抱歉就是沒有 所以它在漢語裡面 就形成一個很獨特的一個類別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的 有些課本會特別去提到這個東西 不過因為它也不是那麼多 第一個它不是那麼多 再來的話呢 其實它有一些 有一些規則 什麼規則呢 大部分大概就是 動植物的名稱 還有什麼呢 壯生詞 外來語 對 外來語是 好外來語是另外一個category 因為外來語非常有意思 如果說你單純的 它算是一種擬聲詞對不對 因為外來語它是擬聲音 可是呢 我們在 我們通常在華語一的時候 就會教學生一間 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關於外來語的嘗試 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這個詞 它絕對只是一個擬聲的 就是Co-Cola 對不對 可是呢 當你把這個字寫出來的時候 它同時會引起母語使用者 一些感覺 首先它是好喝的 是因為它可口 再來呢 它是開心的時候喝的 因為可樂 我們可能不會特別去想 可是當初它在翻譯的時候 它就選用了這些 那所以呢 也就是說 中文在外來語輸入的時候 它其實有 有兩種不同的方向 翻譯它的意思 翻譯它的聲音 那還有一種就是說 在聲音的基礎上 選取有意義的字詞 所以這等於是 用它的聲音 去把別的語速帶進來 那同時它可以作為一種 很高明的廣告技巧 就是說在這裡 命名上面 它就已經找到這個 好 那這個一教下去就完蛋了 學生就開始問說 那我的國家是好的意思 還是壞的意思 因為國家的翻譯 也有這樣子 比如說美國 那大家覺得美國 嗯 那應該是beautiful country 那就是美國 好 那如果說是像這個 這葡萄牙的人就會想說 那我這個牙是怎麼回事啊 那你就沒有什麼特殊的意思 對不對 好 然後像法蘭西 那他們就說 那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好的意思 那如果你的學生是那種 特別具有文化素養 而且對中國的歷史相當有興趣 你就可以順便告訴他們 一點歷史小常識 英吉利當初不是吉利的 好 英吉利 我們現在看到的英格蘭 或者是英吉利 英吉利這個翻譯 它現在看起來很好對不對 英是花 然後吉利是lucky對不對 這個是很好的 大家知道在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英吉利是犬字旁的 就是說除了中國是人 其他遺迪 這些都是野蠻人或動物類的 所以英吉利一開始大家可以想像 都加了狗字旁的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是一個就是說歷史上的 也可以看出中國人當初 從怎麼對待外國人到後來覺得 得給他們一個好名字 不可以再稱人家是夷啊什麼 由夷變羊 這其實是一個中國接受西方世界的轉變的過程 這也是很有意思 那有的學生會相當 對這類的問題相當有興趣 好 這是多講的 再回過頭來 什麼是時貌 這個我想學過漢語語言學的同學可以幫忙解釋 什麼是時貌 其實不是只有漢語才有時貌 就是 英語也有 只是 英語沒有是tense 所以 對 漢語沒有tense 所以 aspect就會被突顯出 這就變得特別重要 好 那你可不可以 你這樣等於沒說 舉例說明一下 那aspect跟tense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這兩個是什麼意思 還是講一下 還是講一下 昨天講的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什麼 來 就是 如果你要說漢語距離 就是了這 過這三個字 就是最主要的aspect mark 就是你可以想像英語有 比如說我們有現在完成式 嗯 就是一種aspect mark 它表示的是一個比較長時間動作完成的狀態 那 像漢語 因為漢語的那個動詞沒有那個tense的變化 所以我們就只有aspect mark 不要這 過這三個不同的動作 其他人知道嗎 你們都學過嗎 還是只有學長上過這個課 都上過 你沒有上過 那你什麼時候上過這個課 為什麼他們還沒上過 是我上學去上 嗯 幾年級的課 就是 我的上學 在四上的時候 哇 四上才上漢語語言學 他那時候才開 哦 ok ok 所以其他同學都還沒有上過漢語語法 漢語言學 漢語言學 漢語言學都還沒有上過 ok 嗯 這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因為 沒有那個基礎的話 那你們 你們看葉老師這個書 還有看你們這個共筆書的時候 然後 所以是全新吧 幾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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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都對這些語法 哇 這太有趣了 好 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因為 語法學 原先的假設 那你們還蠻厲害的 因為 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還是看了頭都昏了 不知道該從哪裡舉出問題來 跟我的想像完全不一樣 那我完全弄錯了 真抱歉 因為我以為說你們都上過漢語語法了 那所以這些所謂的疑難雜症應該是 就是只有這些問題而已了 但是如果沒有上過的話 當然我們也不可能在這邊從頭上到尾 因為那是一個學期的課 那校友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就是說 你已經上過漢語語法 那你認為 如果說 他們將來還會上漢語語法的話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 大致上來講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漢語語法 基本上就是使用那本 粉紅色的課本做 不是那個現在漢語語法的作為 就是 就從裡面擷取一些重要的計畫在上 那其實這本課本 它也有上漢語語法 其實我覺得葉老師 其實他在語法的部分講得比較多 可是對我來說 我可能會比較想要知道實際的運用 那這些漢語語法 我就會覺得好像在複習 但是我覺得 所以覺得是在複習 但是我覺得這些漢語語 應該會很有幫助 因為他們有點基礎 就是在經濟的這個概念 都不能這樣想 因為 因為我原先的想法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主要的課 是在上漢語語法的話 那這個部分 我們主要會把重點放在說 好 你知道這樣子了 但是你要怎麼去教它 對不對 好 那可是 如果說沒有的話 那所以 基本上就內容來講 他們是重複的 對不對 這比較難 比較細 對不對 比較深 比較細 那基本上是重複的 OK 好 那就沒有問題 那沒有關係 現在還沒上到 可是以後就知道了 好 好 那剛才這個實貌跟這個 這個剛才 校勇講的那個問題 你們以後會學到 可是簡單的來講 就是說 你的外國學生 他們一定會 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就問 有兩種 兩種人 兩種不同的問法 第一個問題是說 嗯 老師 那你說我吃東西 可是如果我是昨天吃的 怎麼辦 好 那你就 那你就跟他說 那你就說我昨天吃 他們就說 那那個吃都沒有變化嗎 就是沒有變化 好 這是因為沒有實態 好 但是呢 他們一聽到這個 就拿到那個聖旨了 沒有實態 很高興 後來他們就發現 欸 那那個 是樂在幹什麼 這在幹什麼 過在幹什麼 然後呢 有一些可惡的 不管是山寨老師 或者是他們的 近禪言的朋友 就會告訴他說 樂就是中文的過去式 這個想法 一旦進入到他們的腦袋裡面 就變得非常的悲慘 因為他們如果一直覺得樂 是中文的過去式 你就會看到他們在濫用樂 任何事情 只要不是他現在做 或未來做的 他都給你加個樂 那還有這種更可憐的人 被陷害兩次 還說跟他講那個 者是進行事 所以任何 只要他現在想 他就會說 我上著課 我上著課 然後呢 你是知道說 我上著課打電話嗎 還是我上著課幹嘛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 尤其在者其實很難教 在這一點上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幾乎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告訴學生說 沒有實態 可是我們會表示經驗 表示完成 表示兩個動作同時發生 或者持續進行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表示方式 那我們會警告他 那接下來就再慢慢跟他講 在學到的時候才去講 現在我在笑什麼 警告 其實也不是警告 就是說 我好像沒有跟大家分享過這個 你們記不記得你們小時候 學那個細胞的時候 跟大家說過這個嗎 就是說小時候去學生物課本 小時候叫自然科學對不對 自然科學裡面 他會告訴你說 有一個部分會講到高年級 講到細胞 他講到細胞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說 植物跟動物的細胞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他說植物有細胞壁 動物沒有細胞壁 對不對 他會講這個 然後他還告訴你 細胞裡面有哪些東西 基本上那個課本裡面 他就告訴你說 好如果是一個植物的細胞 他就多了一個細胞壁 那動物的細胞呢 有什麼 細胞核 細胞質 細胞膜 就這樣耶 你小時候學到的細胞 它就長這樣子 然後呢 等到你念了高中 如果你不信沒有念社會組 你不信沒有念自然組的話 你就永遠不知道 細胞裡面有好多東西啊 絕對不是只有細胞核 細胞質 細胞膜 絕對不是 它還有好多好多別的東西 那些東西是什麼呢 我現在講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腦袋裝不下 我後來才知道 還有別的東西 但它沒有辦法 像你最初知道的時候 記得這麼牢 如果你現在要問我什麼 我永遠只記得前面那個 那如果看到書 我當然知道 或者是說我仔細想 可能可以想到 那還有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立刻字體 什麼什麼這種東西 那可是這個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啊 那就不知道了 我亂講 可能也講錯了 因為進不來 那在語言上是更恐怖的 因為像細胞這種東西 它還只是對單純一個物件 如果你一開始去認識它的時候 你不知道那裡有一個 你沒有幫它挖一個洞 留一個位置在那裡的話 你以後比較難塞進去 可是像語法這種屬於結構性的東西 如果它一開始的觀念錯誤的話 後面要糾正相當困難 這個幾乎跟這個語音的實化現象 是類似的 所以不要給他們那種錯誤的觀念說 樂就是過去式 或者是說中文完完全全都沒有 都不對動詞做任何手腳 事實上呢 我最近在想一個就是說 比較好跟他們溝通的方式 我會告訴他們說 基本上中文的動詞 它常常是 不管是一個字或兩個字 如果動詞它單獨出現的話 這種我跟他們說 這叫做光角的動詞 什麼叫做光角的動詞 因為中文的動詞 它不只是要有我們剛剛講的時貌 而且有時候即使在沒有時貌的狀況下 你需要補語 你才能夠表達完整的意思 比如說什麼呢 像我們講這個 你說 功課寫完了 功課寫完 我寫完功課 我要出去玩 我寫完功課 我要出去玩 這句話多簡單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外國同學會怎麼說 他會說 我寫功課 我寫功課了 我要出玩 我寫功課了 我要出玩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對他們來講 我寫完 他們不覺得說 他們不習慣在 他覺得說 你動詞後面不會再加別 如果他有一個錯誤的觀點 覺得你動詞後面不會再加別的成分 不會加補語 不會加這個時貌的話 他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只要把動詞寫出來就好了 那寫功課就寫啊 那你說 表達那個狀態的改變 了在句尾是狀態的改變 對不對 我寫寫寫寫寫寫 寫完了 那就狀態改變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我寫功課了 然後我出完 他也不會想到寫一個去在後面 因為對他來講就 out 對不對 那就去了 那就出就好了 那出完他就會這樣寫 好 這個還是厲害的 因為你看這個一個句子裡面 放了好幾個動詞 有的還不敢在一個句子裡面 放好幾個動詞 因為其他的語言 不能把好幾個動詞 塞在一個句子裡面 像這一些觀念 都需要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他們溝通 就是說動詞呢 你學到的動詞是一個光角的 那有的時候呢 它適合光角走出來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 你要給它穿鞋 就是動詞後面的那些補語 那這個呢 他們後面就會漸漸學到 事實上呢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華語一的同學說的 說的句子 有時候會讓你很痛苦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說什麼 他說 我吃飯 我吃飯 我看書 我上課 我吃飯 我看書 我上課 這讓你痛苦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些句子完全都沒有錯 可是你完全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講這些句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正常的話 會說什麼 今天早上我吃了飯 我去看書 我看了書 我來上課 就是它是一個 在中文裡面 就算你不加上時間的標記 你不說幾點幾分 你做什麼 可是我們會運用在動詞前後加的成分 讓你知道時間的順序 這是漢語裡面很自然的東西 可是在一開始學習的時候 因為這個東西還沒加進來 所以華語一的學生不說人話 有時候不是課本的錯而已 所以他還沒有學到那個 怎麼樣讓動詞穿鞋子 而動詞沒有穿鞋子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堆光角動詞跑來跑去 看起來是對本國人來講還蠻痛苦的 因為跟我們的語言習慣是不符合的 那有一種教法它是 有的人他不這樣教 就是說如果有的課本 他的做法不是這樣 他就是一開始就給你非常自然的 就是生活上你會用到的這個語言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用的是這樣的課本 比如說他一開始就說 你去過中國嗎 就有一個過在那邊 你去過中國嗎 那就有一個過在那邊 那學生就會說 那過怎麼回事 那個去是go 那那個過是怎麼回事 那你就要跟他解釋說 這個過是什麼意思 然後順便跟他講 其實這個東西沒有那麼難懂 雖然我們說要從簡單的學到難的 可是有時候不一定是這樣 尤其像過這種使用率已經太高的 在實際的教學經驗裡面 我們會發現 大部分的課本會把過放在差不多 第十課左右 可是事實上 我們什麼時候會教學生過呢 可能第二次或第三次上課 老師問你說 吃早飯了嗎 有人說吃了 有人就說吃過了 那這吃過了 你就得去解釋它 因為過原來是比較驚艷 對不對 可是呢在我們的這個口語裡面 吃過了就是吃了 是比較完成的 然後還有 接下來就問說 你吃過臭豆腐嗎 這種問題就會出來了 所以我們過其實都會挪得很早來教 但是課本為什麼不把這個編進去 可能就是他們的想法是你先學樂 然後再學過 什麼什麼這些的就是 這個 因為你們還沒有那個漢語語法的基礎 以後你們在上漢語語法的時候就會 漸漸地發現這些東西 不過大家也不要太擔心 因為呢 語法的難點其實不過就是這幾個 應該這樣講 真正涉及嚴格意義的語法的難點 其實有限 大概葉老師的書上全部都列舉出來了 那實際教學上呢 你會遇到的 有的時候它不是語法的錯誤或正確的問題 它是你換了一種排列組合 或者加了不同的語義成分以後 它的意義是微調的 那個才是真的難教的 因為外國學生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看了它寫的不管是哪一種句子 其實都是合乎語法的 問題是 對本國人來說 在不同的語境裡面 這些句子聽起來偏重的意義不同 所以它會在使用上產生誤解 但是呢 在語法上它根本沒有錯誤 因為相對來講 中文的語法是相當有彈性的 好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個 好 那也就難怪 密奇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們是剛開始學這個 什麼叫偏正複合詞 動兵複合詞 偏正結構 動兵結構 那可能就會有一些困惑的地方 好 那為什麼主席不是偏正 而是動兵 密奇妳覺得主席是偏正 為什麼 我覺得它如果把它當成動兵複合詞 是把主當成一個動詞 是的 是的 我們想在說主席 我都覺得主好像是形容詞 然後形容旁邊那個席 好像是個席次 是個位子 然後最主要那個位子的那個人 這個是已經是 已經是妳再倒回去解釋 因為主席本來的意思是什麼 是主持的人 就是主持這一個場面的人 叫做主席 所以那個主是動詞沒錯 那當然我們會遇到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還蠻有典型性的 就是說因為中文的 我想你們在讀的書 各本書裡面都寫到 好幾本書裡面都寫到這個 就是說那個詞性的遷移 中文的那個詞性是沒有那麼絕對的 它不像有一些語言裡面 如果是名詞它變成動詞 它一定會有特定的轉變 那個樣子會改變 可是中文其實很多時候是同型的 就是不會有那個 那這個複合詞 複合詞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講過語速這個東西 就是兩個語速它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複合詞的組合方式 主要的分類的基礎就是在 它語速形成兩個語速是怎麼搭配的 到底是一個為主一個為輔 還是這個動詞受詞什麼這樣子的 好 有一天我看到有一個學長的部落格裡面寫 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他說他被一個賣菜的先生教訓了一下 他那個學長是一位濟南大學的助理教授 然後他就看到那個老闆在賣 他那個牌子賣水果的 賣蔬菜的一個老闆 他那個牌子上面寫著玩具南瓜 玩具南瓜 然後我學長就過去了 看到好可愛 你們看過那種南瓜 小小的很可愛很可愛 就一個大概只有這麼大 然後有各種形狀 有葫蘆形狀的什麼時候 但是他是 那學長就過去問了一個 我們都會問的問題 他說老闆這到底是玩具還是南瓜 然後老闆就說 你中文不好喔 玩具南瓜當然是南瓜 如果是南瓜玩具才是玩具 大家聽懂這個意思嗎 玩具南瓜它一定是南瓜 但是如果是南瓜玩具 它是南瓜形狀的玩具 因為這老闆呢 他是認為說 所有的詞的組成方式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這個偏正 然後上面的是形容 那下面的就是真正的品名 所以他就笑那個中文系的老師 就說你中文不好 當然是南瓜 怎麼可能是玩具 可是實際上呢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想 就會發現說 對它是 所謂它當然是南瓜 意思是說它是植物 它是生長出來的 不是人工製造的 可是在實際用途上 它就是一個玩具 能不能吃 其實不太能吃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個就是說 詞的組合方式 而且事實上 詞的組合方式不只一種 尤其是 如果受到外來語的影響 那個新詞的組合方式 有的時候是 是會在這幾個分類之外的 或者是說 不能說在分類之外 而是說 會跟你原先預設的 是不太一樣的組成方式 好 那接下來依然是這個文法的問題 副詞算是虛詞還是實詞 大家都知道什麼是副詞 可以舉一個副詞的例子嗎 英文裡面很簡單 就是那個有ly的那種 就是形容詞加ly就變副詞了 對不對 那中文裡頭的副詞有哪些 下面有一個 如果我們說他很高興 那個很 那個很 是形容高興的 形容形容詞 或形容動詞的 那個詞就叫做副詞 對不對 好 那這樣的東西 它是虛詞還是實詞 什麼叫虛詞 什麼叫實詞 這個好像 其實以前高中的國文裡面也有啊 什麼虛詞實詞 你們認為哪些是虛詞 哪些是實詞 好 給大家看一個 我們這個時代跟別的時代 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讓它可以善用網路資源 有些東西你還沒有學過 你可能對它沒有深入的了解 可是呢 你可以用一些方式呢 對它有大概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網頁還蠻有意思的 它叫做現代漢語語法 這網頁叫現代漢語語法 然後呢 什麼語法知識 詞組 什麼是詞 什麼是句子語法 一大堆 這裡 它就分類了 哪一些是實詞呢 名詞 我是不是應該把這個燈關掉 它好像太亮了一點 有哪一些是屬於實詞 名詞、動詞、形容詞、住動詞、數詞、量詞、代詞 還有副詞 它都算在詩詞 那所謂的虛詞到底是什麼 介詞、廉詞、住詞、探詞跟擬聲詞 這些算是虛詞 簡單來講 虛詞就是好像它沒有一個意思 它只是一個 它有一個作用 可是它沒有意思 有作用沒有意思的那種 我們就叫它虛詞 所以照它這個分類來講的話呢 副詞的確是實詞 不過這個東西其實是有爭議的 就是說在學術上 副詞到底應該算是虛詞還是實詞 有一點爭議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副詞它有意義 但是它沒有辦法單獨存在 就是它必須要依附在別的東西上面 它才具有意義 比如說很這個字 我們可以說它是very對不對 可是你可不可以只是說 我很 這不是一句完整的話對不對 那你一定要依附在形容詞 就是我很高興 我很難過 我很快樂 我很忙 這個東西它依附在上面 它才有意義 所以相對來講 它比其他的實詞 獨立性低很多 所以它需要依附在別的東西上面 那所以有些學者就會認為說 它其實是虛詞 有意思的是說 因為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就查了一些資料 後來才發現就是說 在海峽兩岸三地 都曾經有過一個 都曾經有這樣的時期 是在這個中學 還是小學教科書裡面 或者是教師手冊裡面 告訴老師說 這個副詞是虛詞 但是後來又都改回來 這是實詞 所以目前是實詞派占上風 所以 但是這個東西到底有多重要呢 如果你不研究語法的話 其實它的重要性沒有那麼高 知道它是實詞還是虛詞 不如知道它怎麼用 可是它牽涉到一件事情 就事情就大掉了 是什麼呢 第六個 哪些狀語不能省略 狀語就是用來形容 一個其他東西的 那比如說 它很高興中的狠 這個狠不能省略 理論上呢 副詞本來它的特性 應該是拿掉以後 不影響句詞的意思 副詞這種詞呢 它拿掉以後 就像形容詞拿掉以後 如果說它後面是 比如說 我買了一本好書 我買了一本好書 我說我買了一本書 當然意思改變了 可是那就語法上來講 那個好被拿掉 這個句子還是成立的 雖然語意有一點改變 那我買了一本好看的書 好看的書 好看是形容詞對不對 我買了一本非常好看的書 那個非常拿掉 非常只是強調而已 對不對 它拿掉的話 在語法上完全成立 在語意上稍微不同 好 可是如果說我很高興 我們能不能說我高興 外國學生最喜歡問這個問題 他說 他們不是最喜歡問 他們事實上 就根本就把狠拿掉 他們常常會說 去學那個 尤其是如果說是用那個 各種翻譯軟體的話 一個字一個字對應地翻過去 每個人都會講這樣子 我高興 我難過 我 我 我什麼 然後那個狠都不見了 你好嗎 我好 我好 那那個狠都不見了 為什麼呢 因為狠 沒有意思啊 如果你跟他講說 人家問你 你好嗎 你要說我很好 他說 老師可是我沒有那麼好 他說我沒有很好 我只是好而已 有一個學生曾經就說 我問說 那我怎麼說OK 我就說 他 我搞半年我才知道他的想法 就是說 他不願意強調狠 因為他說他沒有很好 怎麼辦 怎麼解釋 你們已經看過這些書了 他們有沒有解釋這個狠怎麼樣 怎麼去解釋這個狠 簡單的來講 狠這個字是一個特例 密奇這邊提出來的問題是說 哪些狀語不能省略 有沒有像狠這樣不能省略的狀語 在教學經驗上我還沒有想過 那我也還沒有看過什麼人探討說 哪些是不能省略的狀語 狠算是一個特例 狠是什麼呢 它是已經嚴重虛化的一個副詞 所謂嚴重虛化就是說 它其實已經變成一個語法標記 它與其說是一個語意成分 不如說是一個語法標記 什麼意思呢 大概就是說 在中文裡面 在主詞跟形容詞中間 我們的中文裡面的這個主 好 這又牽涉到這個 就中文的句子跟其他的句子不一樣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就是說其他的句子你一定要有動詞 而且只能有一個動詞 那中文的話呢 是怎麼樣呢 你可以不要有動詞 但是你要的話呢 一下來七八個也沒關係 所以中文跟這個是不一樣 那 比如說像 我很高興 這句話 在英文裡面會怎麼說 I'm happy 那這個am 就是它的這個必動詞 對不對 可是在中文裡面說 我很高興 我很高興 我們如果去分析的話 會發現我是主詞 然後高興是形容詞 那很是副詞 那很高興 這變成說是一個主詞 加副詞加形容詞 它並沒有動詞 在這邊 那有一些學者呢 早期有一些學者 他會說中文的這個形容詞 叫做 state verb state verb就是說 或者有人叫static verb 就是說 凝固的不動的動詞 就是它是狀態的 而不是真正動作的動詞 他就這樣給它一個奇怪的名字 那目的是要說什麼呢 是比較好跟外國人解釋 就是我們有動詞 只是我們這個動詞呢 是當作形容詞 就是形容詞的意思 可是是動詞的功能 他這樣講 這個呢 如果我們追本溯源 就會發現 背後有一個想法 是什麼呢 是全世界的語言都要一樣 就是人家都有主詞 動詞 我們也要有主詞 動詞 可是事實上 世界上的語言 是不是都是一樣的 至少在中文來講 它就不走這條路 它不是這樣的 好 雖然不是這樣子 可是中文其實也不是直接的 就是主詞加形容詞 那個狠 在這裡到底是什麼作用呢 它是一種 就是語法的標記 告訴你說 後面那個是當作形容詞的動詞 那這個好難好難解釋 因為太難解釋了 所以就出現山寨版的解釋 就跟剛才那個樂 當作過去式一樣 有山寨版的解釋 它就會告訴你說 狠是B動詞 超可怕 他如果一旦覺得狠是B動詞的話 你就會看到那個狠 出現在很多很多詭異的地方 因為他們把它當成英文的B動詞來用了 所以絕對不能讓學生有這種誤解 所以通常我們會跟他講 就是說 我們還是會告訴他 就是說 中文它本來是可以沒有動詞的 我們就直接是用主詞加受詞 這不是主詞加形容詞沒有問題 但是呢 在這個現代的漢語裡面 我們通常在這種句型裡面 我們會加上狠 那告訴你說 我後面那個就是在形容前面這個主詞 就在這裡 它是一個語文法上的成分 那學生一定會問一件事情 他說 你沒有很高興 你就說很高興了 那你真的很高興怎麼辦 有沒有想過 真的很高興怎麼辦 你沒有很高興 你就說我很高興 你不會說我高興 更可怕的一個是說 什麼是我高興 你什麼時候你會跟別人說 我高興 我高興後面應該要接什麼 你管 對不對 他已經不是一個 這個實在是非常複雜 對不對 那通常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不會跟學生解釋太多 不會跟他講說很高 我高興後面要接你管 因為這個完全超出他能夠吸收的範圍 我們通常會跟他講說 不行 在這個句子裡面 我們在講形容詞的時候 我們要給一個正常的句子 我們要給他一個標記 就是很 那你就說我很高興 那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的高興 那你就說我非常高興啊 就是你如果要表達程度的話 因為狠已經 這是屬於這個語言的通貨膨脹 就是狠這個字已經沒有狠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還要再強調的話 你就變成要再加上去 你會說我非常高興 我特別高興 那個大陸人喜歡說我特別高興 我們現在我們不大這樣說 那我們會說什麼呢 我們會說我真高興 對不對 或者是說我太高興了 根據你的程度不同 那麻煩就來了 我就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美國學生最喜歡用 真這個副詞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知道狠已經貶值了 可是呢 他們可能在平常自己的語言習慣裡面 就是有一點誇張或怎麼樣 那所以呢 他們就覺得說狠 那已經沒有用 那我一定要再加一個東西在前面 所以他們就說 就很喜歡用真 比如說他們會說什麼呢 他們會說我真喜歡什麼什麼 其實他沒那麼喜歡 他只是這樣 那我就會告訴他說 你還是要分辨 就是那個 但他們會說我真高興 我真快樂 就那麼喜歡講真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稍微有一點誇張的 這個叫把它微調回來 那也有一些課本 為了避免這種錯誤 他們比較晚才教真 比較晚才教真 那就學生要怎麼樣 表示它是很強烈的呢 那個太什麼了 這種就是有一點像 後面一定是驚嘆號的那個太什麼 太貴了 太好了 太便宜了 太高興了 這個就會先教 讓他們有一個可以表達 強烈感覺的句型 這樣子 好 接下來那個緊縮句 還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待會兒再講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繼續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剛才其實上課的時候已經說到那個 中文是不是可以允許一個句子有兩個動詞 對 要有幾個就有幾個 愛有幾個就有幾個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可以解釋一下嗎 還加上一個緊縮句 如果還沒有學過和語法的話 緊縮句有一點難解釋 你們都注意到這個了嗎 是不是每一本書裡面都講到這個 還是葉老師的書 我不太記得葉老師的書有沒有講到這個東西 就緊縮句 緊縮句 簡單的來講就是把本來需要用兩個以上的分句 甚至是兩個句子講的東西濃縮在一起 那濃縮在一起的話它當然要加一些語法的標記 好像不應該用這麼多專有名詞來講這個部分 就是說緊縮句 這個應該好像也是從密奇的作業裡面出來的對不對 你可以先告訴我為什麼你會有這個疑問嗎 你的直覺裡面難道不是就是 它用幾個動詞就可以這種動詞 還是說你的問題是出在 我看到有一些有很多動詞 有一些沒有動詞 然後很多的例子感覺明明就是兩句 可是它把它合成一句 就讓我覺得好混亂 覺得好混亂 你覺得好混亂 你覺得好混亂是它給出來的句子覺得好混亂 還是事實上中文是怎麼混亂的 就是說你覺得好混亂可能就是說 跟我們在讀這個 英語的這個語法書的時候感覺完全不一樣 因為語法書的話 你好像一本這麼薄的語法書讀下來以後 你就自己很有自信了 以後只有忘記的問題 沒有搞不清楚的問題對不對 你只有忘記 但是你如果記得熟熟的牢牢的幾乎都不會出什麼問題 可是很抱歉中文不是這個樣子的 中文真的不是這樣子 就中文的話那個語法是 跟我們的紅綠燈是一樣的效果 就參考用的 有很多時候它會有一些例外的情況 而且有時候不是例外 而是說就規則來講呢 你可以說它的規則比較鬆 可是也可以說其實它比較複雜 它不是很簡單地說 如果是A就會有B 那這個緊縮句 因為你們以後都會再講 我就是非常簡單地講 我剛剛說好幾個句子 可是你要把它濃縮在一起 比如說 好 原來的寫法 我有一句很簡單的 我們說 一上課 老師就小考 老師一上課就小考 老師一上課就小考 好 這句話很簡單對不對 我們也常常這樣講 老師今天一上課就小考 很簡單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 這句話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為什麼很複雜呢 因為這裡面有好多個動作 是上課小考 對不對 老師今天 而且小考其實是老師給我們小考 這應該是怎麼說呢 今天我們去上課 上課時間到了 上課時間一到 老師就給我們小考 可是我們把它 老師一上課就小考 那在實際上我們會不會說 今天我們去上課 上課時間一到 老師來了 老師就給我們小考 我們會不會這樣講 沒有人會這樣講 一方面呢 太囉嗦了 太累了 這個語言 這個 使用原則上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精簡原則 就是越精簡 只要能夠表達意思就好了 另外一個是說 這樣聽起來呢 完全沒有那種 一上課就小考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 這麼短的句子 我說一上課就小考 你好像可以感覺到 那個是立即發生的 可是如果把它分成這麼多 這麼長長的句子來講 就完全沒有那個感覺了 可是那個一上課就小考 它就是一個緊縮句 因為它把原來要好多句子 才能說的東西 一下就變成一個小小的 這個呢非常常用 我們在使用語言的時候 不自覺的其實都在說著 這樣子的句子 是要用有點像照樣照句 那樣的形式給學生 還是要這樣跟它慢慢調整 非常好的問題 非常好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教法 然後兩種教法各有各的悲慘 就是說學生都還是會有問題 在課本的習題裡面 遇到像剛才那個 就有兩種練習 一種練習是說 它給你一個情境 然後要你說出照樣照句 就是一什麼就什麼 那另外一種練習呢 它就是說它寫 它寫了好幾個句子 然後要你把它改成 改成那個緊縮句 這兩種練習都有 但是我自己覺得呢 比較好的做法其實是 一開始解釋的時候 你要告訴學生 就是你先丟 我覺得比較好的做法是說 你丟幾個情境給他看 然後呢說出那個句子 這個情境 你其實可以用動畫的方式來做 用動畫的方式來做 然後你說出那個句子 比如說一上課就小考 然後這個 有一些人很可憐 有一些人一洗衣服就下雨 然後呢 有些人是什麼 一出門就下雨 什麼什麼這些 就丟很多情境給他 比較好玩情境 然後讓他們知道有這個 一什麼什麼就什麼 然後呢 再來接下來 你就他們已經有這個了 你可以給他們練習 可是也可以多講一點 就跟他們說 你們覺得這很奇怪對不對 其實不奇怪 我把它拆回原來的給你看 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給你看 它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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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不這樣說 所以你那個講解就是 那個擴散回原來的句子 只是讓他理解而已 一旦他理解 又來了一旦 一旦理解 馬上教 馬上就讓他練習 新的 不用讓他花那麼多時間 在那個假的 我們不會講的那種 長的分句上面 因為那個練起來 只有妨礙沒有好處 那個是幫助他理解用的 好 這個呢 也可以連繫到下一個 在語法教學問題的第一個 這個靈代詞的問題 這個是誰提出來 跟大家解釋一下好不好 因為 對 因為很多同學可能還不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在宋老師那本書裡面的 有時候就一定要問你說 你吃飽了沒 然後你可能就跟他直接講說 吃飽了 你就不會加 就加上我 就是他審讀的那個我 事實上我們通常不會問 你吃飽了沒 我如果看到你 我就說吃飽了嗎 對 然後吃飽了 誰吃飽了 到底是誰 看起來沒有人 對不對 好 中文裡面很多人 很多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有的第一課課文是 你好 可是呢 有時候第一課課文是 多少錢 什麼東西多少錢啊 我的天 對不對 那什麼東西多少錢 就空空的一句 多少錢在那邊 可是這就是我們說話的方式 如果這個東西是 你知我知 說話的雙方都知道 那我們根本可以不要指出來 像在英文裡面 也不是沒有 因為英文我們也可以說how much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比較長的 也許英文只有這個例子 其他的大部分的說 除非是在非常非常口語 或者是說兩個很熟的人 在講話的時候 不然的話呢 有一些都 代名詞他們是不能省的 可是中文呢 特別愛省掉代名詞 已經省到那種 如果你去分析句子 看起來不合邏輯的地步 比如說什麼呢 我們會說 像這個 在比較集上 尤其是 現在一時一時之間想不到那個例子 就是在比較集 我們在比較的時候 像這個我們會說 英文的動詞變化 法文的動詞 法文的動詞變化比英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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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是中文 這句話你如果在英文裡面 你怎麼講 你會不會說 你會說 比英文難嗎 不可能 一定是比英文的動詞變化 或者說比英文的這一類的詞 這一類的變化要難 對不對 可是中文它可以直接就變成 法文的動詞變化比英文難 這兩個比較的東西 已經錯掉了對不對 可是中文你說 為了符合邏輯 所以以後我們都說 法文的動詞變化比英文的難 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很少人這麼費工夫 大家都直接說 比英文難 後面就不見了 可是呢 我們就自動填回去 那這種自動填回去呢 學生在一開始會相當不習慣 所以我記得 不是每一次都會遇到這種情況 但是如果有學生很困惑的時候 通常我的做法會是 把它加回去給他看 把它加回去給他看 但是呢 一樣的 加回去給他看 我不會叫他練習 加回去的句子 我還是讓他把這個刪掉 那這個東西教學說要怎麼教呢 有一種教法是說 加回去的 你再讓學生刪掉 你就讓他自己來選擇 哪一些是可以刪掉的 那而且呢更重要的是 我覺得還是要從認知來下手 就是你必須要很清楚的告訴他說 為什麼可以省掉 可以省掉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了 你知我知 因為語言它的目的就是要溝通 那你知我知的情況下 我們就不用再重複了 那有時候我會開玩笑跟學生講 我們很懶惰啦 能不講就不要講 通常因為他們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敢省 所以這個講法還好 不太容易出現的時候省太多的 大部分的時候 你只要跟他講說能省則省 那大概他們都會想辦法省掉 那有一些東西還蠻可怕的 就是說 在初階的 這個靈代詞的問題是出現在這個口語裡面 繪畫裡面 那你可以說根據溝通怎麼樣 可是在比較進階的或高級的 在寫作上面 就會出現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就像那個it或者是they這種 其實我們在中文裡面常常都是沒有的 我們中文裡面呢 比如說我們說 這個有幾個原因 然後第一個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那可是我們中文的時候不會說 第一個原因他表示什麼什麼 可是英文裡面可能會說 這個理由他表示什麼 他在後面再提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會回過頭來加一個it在這邊 那加一個it在這邊 學生就會很緊張的 就一定要把中文的那個it寫出來 可是中文的他跟英文的it 沒有辦法相提並論 就英文的那個it是萬用的 在很多地方你可以塞一個 然後就把意思過渡過去 那中文呢 當他需要這樣語意的過渡的時候 他常常是用句語句之間的邏輯 而不是用一個代詞來讓語意過渡 所以那怎麼辦呢 這就變成說在篇章教學上 就變成你要去跟學生講 就是說句子跟句子之間 邏輯的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中文沒有那個方便的 直接用代名詞 一直指向前面那個用法 我們通常不是這樣用的 在文言裡面可能還有 比如說奇 這個可以 那書面語裡面現在有時候也會用奇 可是整篇都是奇 看起來是很爛的文章 大部分時候呢 我們用的方法就是說 你自然的明白 他在講前面的這件事情 那你如何自然明白 其實兩個句子之間的邏輯 要相當清楚才行 所以看起來沒有規則 這表示你要拿捏 要掌握的東西 有很多用大陸的前一陣 之前很流行的叫淺規則在裡面 按規不小心就觸礁就碰到了 所以這個也是必須要那 那可是我在看這個宋老師的 關於林黛茲那邊的介紹的時候 我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嗯 先講第一個問題 怎麼教好 我覺得不需要太強調 因為這個不像樂或過或什麼 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可以透過砍掉 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所以通常我們人在學習上 有一個我不知道大家觀察過沒有 如果你要加上去還比較難 你要砍掉沒有那麼難 所以你只要說這裡不必說 可以省略 你就跟他說可以省略 就可以省略 那可以省略很多地方都可以省略 那他們其實不會 那反而是你很緊緊張張的跟他講說 喔這裡本來有一個代詞或什麼 他就說不需要吧 我覺得太累了 有點太那個 好那後面那個倒是有一個好玩的 就是說 該順應潮流接受濫用代詞 這是我幫你的話重新整理的說法 還是堅持標準 就是說像我剛剛提到那個 那個it或者they這種東西 我們現在會發現說 在學術論文裡面 越來越多人 他直接就用了英文的表述方式 所以他根本不去省略 他不用靈代詞 他就把代詞給寫出來了 好那看起來在嚴格的中文裡面 這算是一種絨綴 可是好像大家也逐漸好像接受 就是有這種寫法這樣子 這個就怎麼說呢 我覺得像我之前強調的就是說 作為一個中文老師 你必須要告訴學生規則在哪裡 那要不要遵守 或者你也可以告訴他規則和潮流 讓他有所選擇 而不是說就這樣子 假裝沒有這回事 因為當規則他還是規則 最大部分的或者說標準的語言來講 它還是一個規則的時候 你必須要盡告知的義務 即使你自己很喜歡用代詞 那你還是要告訴他 那事實上呢 就你們自己的語感來講 你們應該會覺得 太多的代詞也是不舒服的 就是說在文章人家如果這樣寫的話 你會覺得是啰哩啰嗦不知道在講什麼 哪裡可以看到那些呢 其實你們去看 不是寫文章 就是那個文章也有 就像有些學術論文看起來頭很昏 就是因為代詞太多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你會發現有一些 某一些行業 某一些服務業 比如說這個餐飲啊 仲介啊 為了要強調他自己的專業的時候 他在說話的時候 他的那個使用不只是在代詞上 還有其他就是說 他故意用了一些 異於平常中文表達方式的說法 比如說這個 進行一個什麼動作這種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那另外其實 也有那種那種就是 我最近注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他們非常喜歡講我們 這個我們呢 本來是可以零代詞的地方 他就改加一個我們 那這我們最初的動機 很可能是為了拉近顧客之間的距離 比如說我去遇過一個醫生 那醫生 你就聽到他跟那個病人說 我們今天哪裡不舒服 一般來講我們如果去看醫生的話 正常的醫生會怎麼問你 會嗎 就哪裡不舒服而已啊 哪裡不舒服對不對 哪裡不舒服 這是我們以前的用法 對不對 哪裡不舒服正常的 那 比較兇的可能會 你哪裡不舒服 對不對 因為你是有距離的 那現在呢 不知道他們受了哪些訓練 或怎麼樣 覺得自己是服務業 我們哪裡不舒服 你也不舒服吧 這很奇怪對不對 好 但是他們有這樣一個趨勢 那是為了那個場合 那這個做為一個學術研究的題目來講 是相當有趣的 但是你在教學生的時候呢 他屬於特殊場合的特殊應用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會告訴他 你不需要這樣子 而且比較重要的導是什麼呢 我剛剛舉的這個例子裡頭 我說我們好像有點過分了 那林黛茨是最好的 那你到底好不好呢 其實這個蠻重要的 要告訴你的學生 不要太愛講我跟你 不要太愛講我跟你 因為中文其實不喜歡一直 我我我我 更不喜歡你你你你 我們不喜歡這樣 所以林黛茨有時候是 最恰如其分最禮貌的 那如果你加了一個你 別人反而會覺得不是很舒服 那你如果一直說我 大家覺得你這個人怎麼自我中心 所以呢有一些很好玩的語言上面的誤解 以前我們都說美國人非常自我中心 但也許是事實 可是也許是當他要說中文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捨棄那個代詞 所以他一定我怎麼樣我怎麼樣 每一個句子都我 尤其是那個如果沒有經過提醒 中文可以領代詞的學生 在報告的時候 哇那可夠喬的 他每一個句子一定要我怎麼樣我怎麼樣 我通道理就會聽他在我我我我我 可是他其實根本不需要講這些 所以這個還是我們需要特別去提醒學生的 好那回過頭來這個 第二個有同學提到這個 就說語助詞豐富多樣 使用頻繁造成學習上的困擾 應該如何提醒學生們注意 這個呢幾乎無解 這個幾乎無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不像其他的語法一樣 你可以經過說 特別的給他一個什麼系統化的學習 好這個通常我們採用的方式是什麼呢 讓學生去體會 用不同的情境 當然也不是說 你就去體會呆呆的這樣體會怎麼體會 你可能去比較 你可能比較 比如說 你可能讓他比較像這個 像這個媽 媽的用法 很多人很喜歡問這個媽跟呢 到底呢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媽就是一個問號而已對不對 那呢是什麼呢 那個呢什麼時候我們會用呢 呢好像說 我喜歡 我喜歡 我亂舉例子 我喜歡吃泡菜 你呢 你呢 這個你呢是什麼呢 是根據前面的問句來的對不對 所以呢前面一定有一個什麼 已經有一個問句 那你再問他就反問 或者是說追加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呢這個詞對不對 好 這是媽跟呢的區別 那你可以有好幾個例子 讓他從裡面感覺到 而且最好最好的一種方法是 你讓學生說出規則 什麼叫說出規則 你可以很簡單的跟他講 媽就是表示 在這個yes no 句子後面加上媽 直數句加媽等於yes no question 那呢屬於這個 這個follow up的 question 你可以這樣講 可是呢 學生可能印象不深刻 有一種方法是 你給他幾個呢幾個媽幾個例子 然後你讓他歸納說 你發現了嗎 這有什麼不一樣 可是在這樣做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就是你在選取這個比較的時候 要很能夠凸顯他們各自的特點 如果你的學生能夠自己 從你給的這麼多例子裡面 去歸納出這兩個的區別 他永遠不會忘記 也不會用錯 如果是你交給他的 他很容易你就忘記了 所以那個程序會變成說 以前我們會覺得 以前我們的學習方式 可能是給規則 塞例子 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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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可是現在呢 我們比較常用的教法是 看例子看例子 想想看規則在哪裡 確定規則練習一下 這樣子 所以這個過程 因為加入了他自己想的那個過程 所以他就可以學習得比較好 這個大概是 在實際教學上 我們比較常用的一些方法 那語助詞 語助詞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同樣一個語助詞 我們剛剛講的是 兩個不同語助詞的區別 要怎麼教 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說 同樣一個語助詞 就是說呢 那學生就學到說 你要再追加一個問句的時候 你會用呢 結果呢 他說回來就問說 老師 老師我看我同學不是這樣用啊 他們在那個Facebook上寫 真是有意思呢 那個呢不是問題啊 對不對 那只是一個感嘆而已 對不對 好 可是這個真是有意思呢 這個呢 這個呢 的念法跟你呢 的那個呢 其實語音上是不一樣的 我們只是用了同一個字來寫這個東西 就是問句的那個呢 跟那個感嘆的那個呢 其實在語音上是不一樣的 那這要怎麼辦呢 這也是一樣 就只好給他多幾個例子說 你聽得出來嗎 哪一個是問題 哪一個是感嘆而已 那我上次也舉過就是 到底有多少種啊 啊啊啊啊啊啊 那幾個啊到底有多少種 那每一個個是什麼意思 那這些東西都必須要放在情境裡交 我說到這裡大家就會發現了 好像沒有什麼語法是 可以乾乾凸凸的就交出來的 因為你交出來如果很乾的話 它就是很簡單 記不住 那它必須要被放在情境裡面 通常一個有意思的情境 很可以幫學生抓住要點 而且記牢這個東西 所以那就變成說 我們之前曾經看過一些什麼 多媒體教材要怎麼用啊 或是什麼 其實就在這裡 如果他可以看到很多情境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以前呢 在我們能夠運用這個多媒體教材之前 我們常用的方法是看圖對不對 看圖或者看連環畫這是一種 那也有人呢 是用文字敘述情境 文字敘述情境有好有壞 它有時候可以幫助學生練習閱讀 可是有時候如果就是 它會需要比較多的詞 比較多的這個這個說明 可是這個說明不一定是準確的 或者是說它呢引導性太強 以至於學生只能有一種想法 那也不見得是好的 那可是看圖的話 學生可以有比較多不同的想像 但是也要控制好 不要讓那個想像是四色的 然後四色 就完全沒有練習到 你要他練習的那個點 好 然後接下來下面這個特別好玩 就是說專有名詞要不要背 在實際課堂上真的會跟學生說明 什麼是合成詞 副句緊縮句等等 像課本一樣 像課本上一樣嗎 你告訴我你們會這樣做嗎 你們要這樣做嗎 那為什麼要學這些 我們可以回頭想 在這學期剛開始的時候 我花了一些時間做一些 看起來非常無聊的事情 講這個什麼搜尋引擎 然後什麼知識樹 什麼什麼 事實上呢 你去學習這些東西呢 有一點像是幫你們家做一些收納櫃 什麼叫做一些收納櫃呢 就是說你在實際上教學生的時候 你會不會每個客人到你家 你說來參觀一下我們家收納櫃 這個櫃放什麼 那櫃放什麼 除非他是要來參考你的裝潢的 不然你根本不需要 收納櫃它最好在你的客人看不到的地方 可是收納櫃的作用是什麼呢 你的客人需要任何東西 你幾秒鐘就可以拿出來給他了 因為他們各在放好的位置 你都已經分好類放好了 所以像語法或者是 甚至語音的規則什麼 這些東西都很像是 我們在收納櫃裡面的東西 或者說很像是我們 建了一個收納櫃 在我們自己的家裡 那這些東西呢 當然你不能沒有它 為什麼呢 因為你東西如果亂成一團 你什麼都找不到 尤其像語法這種東西 你們看完這個禮拜 做完這個禮拜共筆的時候 一定有一種很恐怖的感覺 說到底有多少種東西要學怎麼辦 可能永遠都學不完 那這樣我還去教嗎 廢話 教課的時候要備課 備課的時候 再把它拿出來看就好啦 但是呢你要知道你要在哪裡 可以找得到它 所以這些東西的分類 或作用主要是這樣子 而且呢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可以幫助你更了解這個語言 當你要把東西放到收納櫃的時候 你就會想一想 為什麼是這樣放 當你想過了以後 你就比較好跟學生解釋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這是它唯一的作用 那事實上 好像我還從來沒有跟學生講過 合成詞、緊說句這些東西 複句我跟他們講過 尤其是在寫作的時候 我會告訴他們說 你們以前學到的可能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有複句 為什麼要講複句呢 複句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中文的複句呢 它有好幾種擴展的方式 有些需要靠所謂 事理的標記或文法的標記 所以這個就會講 那其他根本就不會講到 然後下面這個第四題 我很驚訝有人問這個 上次已經大概講了 好像不知道哪一次講過這個 如果拿中文與學生的母語比較 因為葉老師說 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那是用英文來示範嗎 還是怎麼樣 誰還記得 我上次講過 怎麼做 怎麼拿中文跟學生的母語來比較 如果學生不能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用這個來幫助學生記得的話 你要怎麼做 比較好 沒有人記得 我沒講過 還是我不是在這裡講的 我在別的地方講的話 應該是吧 問他們嗎 對啊 就去問他們 對 就問他們 因為不是 我們沒有辦法幫他們 幫所有的語言做比較 可是可以讓他們自己來比較 讓他們說出來 讓他們用很破的中文 或很破的英文跟你解釋 讓他們跟你解釋 然後你再看他們 是不是抓到那個重點了 因為從他們的解釋裡面 即使是很破碎的 你都可以感覺到 他到底有沒有抓到 真正的區別在哪裡 所以在他們解釋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他們到底理解了 正不正確 或者理解到什麼地步了 所以這個問題是誰問的 所以這個問題是誰問的 我有點忘記了 對 那所以你現在自己想起來了嗎 還是 是 其實我是覺得不可能每個學生都問 然後我想說 是 是 是 好 不可能每個學生都問 不過是這樣的 就是說 你們覺得在一個班上 可能會有幾個國家的學生 這是一件還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小班的話 比如說我們這樣只有五個同學 其實你可以每個人都問 對不對 時間上也夠 而且大家講一講也蠻開心的 還可以順便練習 用破中文解釋事情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的班上有十五個學生 他可不可能有十五個國籍 機率蠻低的 如果十五個學生 大概都會有幾個學生重複 或者甚至有一檔人 都是同一個國家的 所以事實上在一個單一的班級裡面 那國籍很少超過七個 很少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七個以內 大概問英文都還可以 而且還可以抓語系 為什麼呢 因為德文問過了 就不用問英文了 法文問過了 大概西班牙文也差不了太多 然後呢 韓文跟日文算是一國的 所以其實都可以抓 那這些你要怎麼去抓呢 這就要靠你的語言學知識了 所以其實你沒有用語言學來教他們 可是你用語言學知識來分類 然後來控制你到底要問到什麼地步 用什麼方式來問 是在這個地方 好 再來下面一個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覺得非常好玩 就是說 遇到連自己都無法解釋的語言現象時 只能叫學生死背嗎 我非常記得我的化學老師 有一次在解釋那個化學結構的時候呢 他說什麼應該怎麼樣 什麼應該怎麼樣 有一個例外在這裡 例外怎麼辦呢 我們大家說例外 所以老師就說天災背下來 他說那屬於天災類的背下來 那其實死背是一個比較過分的講法 什麼叫做無法解釋的語言現象 大家可以想到舉個例子來說明嗎 什麼叫做無法解釋的語言現象 或者是 首先大家想 什麼叫做無法解釋的語言現象 再來什麼叫做解釋 所謂的解釋是學理上的解釋 還是認知上的解釋 還是誘騙上的解釋 還是方便的解釋 就你的解釋的範圍有多嚴格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有沒有人立刻可以想到一個 你覺得非常難解釋的語言現象 有沒有人可以立刻舉個例子來 沙很大這種 像沙很大這種 是文法上無法解釋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已經解釋它了 它是一個流行語 但是你當然不是解釋說 這個流行語 如果你跟學人講說 這是流行語 這個還是屬於那種天災背下來的解釋方式 對不對 沙很大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親自體驗了沙很大如何難解釋 第一次有學生跟我講的時候 就說 我接受這個沙很大的過程還是非常曲折的 因為那一陣子不知道為什麼 比較少看電視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有沙很大的這回事 結果有一天有個學生跑來問我 在上課的時候問我說 為什麼梅竹賽的時候 清華的人一直喊沙嬌大 然後呢 他們覺得沙嬌大好血腥喔 但是應該不是真的是這個意思吧 然後呢 他們就說 其實他們就說 還不只說沙嬌大 他說沙很大沙嬌大沙嬌大沙很大 然後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我就趕快去找沙很大 然後就看到那個廣告了 就在YouTube上看到那個沙很大那個廣告 看到那個廣告以後呢 這到底要怎麼跟學生解釋 對你們來說 她為什麼說沙很大 瑤瑤為什麼說沙很大 她的沙很大是什麼意思 那個廣告到底是什麼意思 叫沙嬌大沙嬌大 叫沙嬌大 好 叫沙嬌大 所以沙很大 所以她的目的就是要讓你記住這個沙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當她用了一個瑤瑤在那邊 那個大字是怎麼跑出來的 她為什麼不說沙不完 為什麼是沙很大 哪裡再大了 好 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讓學生知道這個到底是什麼 那你要怎麼辦呢 非常簡單 我後來的方法就是放瑤瑤給他們看啊 就從這裡來的啊 就說流行語 各國都有流行語 對不對 那台灣的廣告很擅長用什麼 就從這個瑤瑤這個沙很大 之前也有 可是之後越演越烈 就是她非常喜歡用性暗示 可是她這個性暗示呢 她可能是用圖或什麼 那她在語言上說說 比如說那個搓麻將 搓online 那到底在搓什麼 對不對 她就是用性暗示在賣東西 那如果你的學生是成人的話 其實他們看到這個以後 他們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就是說這種語言 你無法用常規性的這個 就是你無法用文法來解釋 你也沒有辦法用常規的這個語言理解來解釋 可是它屬於一種廣告語言 廣告語言有它誇張的成分 而且呢 有意思的是說它其實是運用聯想 運用一些聯想 所以那個大是什麼呢 那我會順便跟學生講 本來那個大小我們只會用在哪些地方 什麼東西是可以用大小形容 什麼東西可以用高低 那正確的 比如說殺 如果你要講殺 對不對 殺一個殺兩個殺三個 我就問他們說 那你會用哪一個形容詞是正確的 他們都會說很多啊 殺了很多人啊 那不會是殺很大啊 對不對 那可是為什麼用殺很大 它因為它你記住這個東西嘛 那記住這個東西哪裡大 就瑤瑤大而已啊 還有哪裡大 對不對 它是這樣子 那實際上又要用怎麼用呢 我可以告訴他們 就是說 這裡有一個規則在這邊 一旦廣告流行語形成了以後 大家就會套用跟代換 那即使是不合語法的 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是引用廣告語的 所以那個套用跟代換 都變成是合理的 比如說什麼呢 就在我教完這個 瑤瑤沙很大 沒多久以後 開車在路上看到 欸 龍美窗簾 沙很大 還是那個沙窗的沙 它那完全只是運用諧音 那因為大家腦袋裡面 已經有沙很大這三個字了 那它賣窗簾 它就說 它現在賣窗簾那個沙很便宜 然後就說沙很大 就是這一類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們也可以跟學生講 大概在學生學了一段時間 初級班可能比較不適合 中級以上 可以跟他講這個 中文的這種同音字的現象 它製造一些困擾 但是同時呢 它也變成一個 大家很喜歡玩的東西 就是諧聲字 諧音字 同音字 這個同音字的那個運用 就我自己的語言習慣看來 到現在台灣的那個諧音字運用 已經到了一種 一種 我想又亂用成 我想又令人髮指 什麼意思呢 就是用的太爛了 然後呢很可怕 比如說 你知道有一個很漂亮的主播 叫吳語書 所以他主播那段新聞 就叫圖書館 然後寫他那個吳語書的書 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沒有 它只是聲音而已 可是聲音在我們的語言裡面 到底有多重要呢 它重要到不行 就在中文裡面這個聲音 你們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任何東西它如果合摺押韻 聽起來就有道理 雖然明明是廢話 或者是胡說八道 但是一旦押韻 合摺押韻 然後念起來好像有 滿有那麼一回事 所以任何的這個宣導的這個廣告 或標語 它都很希望是讓你能夠 朗朗上口的 因為能夠朗朗上口的東西 好像就有幾分道理 至少你就記得它 記得它你就會想到它 想到它你可能就會做 所以這個是一個 用聲音來引用你 而實際上呢 在語言裡面 在我們的語言 那個聲音也是無比重要的 有的時候 你自己在寫文章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個 這句話覺得怪怪的 原來動詞只有一個字 那你再把一個字的動詞 變成兩個字的動詞 好像它就穩了 這英傑一天回去的 這個句子好像就穩了 可是其實你如果仔細去分析 不管在語法上或什麼 都沒有差別 這兩個語意什麼都沒有差別 它唯一的差別 只是放了一個雙音節的字 甚至有時候只是 這個放了一個四聲字 這個放了一個二聲字 就比如說 好 沙嬌大 沙很大 沙嬌大 沙嬌大 這個東西 沙很大 沙嬌大 好 呃 呃 不是 這不是一個好例子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沙嬌大 有一個咖啡館 叫做蘇格貓底 大家去過嗎 蘇格貓底 我聽過N個朋友 跟我說 欸欸欸欸 我們下一次約在貓格拉底 貓格拉底 可是沒有人說蘇貓拉底 也沒有人說蘇格拉貓 沒有人這樣講 一定是 它是蘇格貓底 可是一定會變成貓格拉底 為什麼 這完全是音韵學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去找徐慧卷老師 這完全是一個音韵的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同音 它是一個一樣 憑著一樣的字 就是蘇格貓底變成貓格拉底 就只有這兩種變化 所以這些東西呢 後來你就漸漸會發現 這外國學生呢 他說的好說的不好 很多時候是在於 他跟他 除了他的這個語音 除了他的這個語法以外 所謂的語感 有一大部分是在語音上面的 如果該用雙音節的 他用了單音節 該用單音節的 他用了雙音節 或者是說 他用了很奇怪的字或什麼 那聲音聽起來不好 那就變得不好了 甚至不只是在外國同學 你們可以從現在開始觀察 你覺得比較會說話的那些人 他說話的方式 他說話 到底是哪裡好 很多時候幾乎可以說只是好聽而已 好聽還不是口音的問題 就是好像有異陽遁措 然後好像有這個 好像也蠻有道理的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誰呢 就是葉教授 你們現在當然已經很少 他好像現在不太紅了 那紅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葉教授怎麼樣呢 完全沒有道理的話 不是這個葉 對不起 怎麼那麼剛好呢 不是他 當然不是葉德明教授 是那個星海羅盤葉教授 大家還知道那是誰嗎 有沒有人不知道 他現在不紅了嘛 對不對 星海羅盤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去網路上查 星海羅盤葉教授 因為他已經名聲很壞這樣 他講那個 他到底在講什麼 如果你去分析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可是呢 他是用每隔幾句 他就給他壓個運 然後就是 就是什麼什麼 講了一半天以後 然後最後做很要甘願之類的 那就一大堆人相信他 還有一個人 如果不知道星海羅盤葉教授是誰呢 還有一個人叫做王文華 大家知道是誰嗎 王文華是誰 作家 對不對 那作家他專門寫什麼 你們去找王文華的文章 像什麼蛋白質女孩啊 什麼什麼那些來看 仔細的看 他是押韻的 王文華的小說 有很大一部分是運文 他是押韻的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有一種都會的節奏感 其實是打油師的節奏感 你為什麼會覺得很巧妙 那個巧妙有一大部分是來自聲音的 就是聲音這樣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話題 我們在教學生的時候 其實這個聲音的東西也是相當有意思的 我記得好像之前有 你們有人提出來問說 教那個詩 這個念詩到底是什麼 詩就是培養他對聲音的感覺 即使是在一開始 光是練習語音的時候 如果你讓他念詩 他對聲音會有比較好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那回過頭來我們看這個 所以第五個那個問題 無法解釋 其實只是說 也許不是傳統的方法來解釋 你可以從四面八方來解釋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從語法層面 語意層面 從語音層面 從社會層面 來幫你的學生解釋一種語言現象 那看你的學生到底是在什麼程度 來決定你要解釋到多少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接下來那個 閱讀教學這個是獨立出來的 為什麼有一個那個 因為我上次弄錯了 我太早跟密奇講 就是說叫你把那個閱讀教學也寫進來 其實寫在後面那個 在那個詞彙和那個文字的時候 可能稍微好一點 不過沒有關係 就是說提到這個閱讀 你們自己覺得呢 這個問題 自己編初級學生的閱讀教材 還是找兒童故事書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些初級是多初級 對啊 多初級 P1嗎 P1 這個提問題的人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多初 大概就是P1吧 就是只學到那種什麼你好我好多少錢 要怎麼辦 它上面的 我就知道上面 是 它上面歸類 初級的程度還只是 就是教學都還是從漢字開始著手而已 是 就是真的是非常興奮的 所以我就 好 這有這個理想層面跟實際層面兩種 理想層面的話是 你的學生 你的對象是什麼人 你就給他看什麼 他喜歡什麼 你就餵他吃什麼 理想 那為什麼這只是理想呢 你哪來那麼多美國時間啊 大部分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是要準備好幾個 那沒有辦法針對個別學生的個別需求 但是兒童故事書適不適用呢 這也要看 有些學生啊 他很喜歡扮小孩 他覺得透過學習一種新的語言 他好像可以重新體會童年 所以他是樂於接受兒童教材的 雖然有點幼稚或什麼 可是他覺得也挺好的 可是有一些學生呢 他不願意接受 有一些成人學生他非常厭惡 童言童語 他希望能夠真的是 能夠表現他的這個 能夠符合他的身份 跟他的這個心智年齡的教材 那你就得另外替他準備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初級閱讀教材的匱乏 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我們幾乎找不到什麼比較適合的 那通常我們就是盡自己所能 能夠寫就盡量寫 寫的話 因為自己寫的話 你可以組合他們學過的詞彙和語法來寫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 喜歡寫東西的人的話呢 你來做這份工作會比較有意思 因為你可以沒事就編一點 有的沒的 你還可以把學生編進你的故事裡面去 那通常他們對這樣的故事 故事也特別的喜歡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然因為這裡是在講閱讀嘛 那讓學生閱讀 可是也有一種方式是 如果你自己沒有辦法寫那麼多 你可以讓學生寫啊 讓學生寫 那你把它修改成好的 就變成可以供給其他學生閱讀的教材了 因為學生自己寫 完全可以反映他現在的程度到哪裡 能夠理解到哪裡 不過不要直接把假學生寫的 拿給以學生閱讀 尤其是在初級的時候 因為可能還沒有穩固 就已經搞壞了 會有很多很多的錯誤出現 好 然後再來接下來這個思考的題目 這個有一點時間上有一點來不及 我想跳到 因為這思考你們慢慢思考 如果想到什麼的話 可以寫到這個Facebook上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想跳到一個工具書的介紹 在這個課上呢 所謂概論的課呢 其實我們常常都會有一種焦慮 就是說 我按錯了 對不起 無稀交不完是一個 再來的話就是說 交了也沒用 就是如果塞了很多很多 當然也沒辦法理解 那 講一些觀念又很空洞 那怎麼辦呢 有一個補救的方式就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書櫃的網站 是會一直維持在那邊的 就是說 只要阿諾比不倒 就是說你們呢 以後呢 真正實際上去教學了 你也還可以回頭去找這個書櫃 那在這個書櫃裡面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 咦 我的標籤去哪裡了 好 就是語法 在這裡我列了六本書 其實坊間語法的書非常非常多 那為什麼只列了六本呢 我會陸陸續續再增加 那這些呢都是我們第一線的老師 實際在使用上覺得相當的順手 相當方便的 那當它各自有不同的作用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這本 這本是你們漢語語法的課本 那我就不用多說 人情裡如果沒有那個 你們系上沒有漢語語法的課 一定要去上 只要你要走這一行的話 漢語語法的課一定不能不上 那就會用這本當教材 那它分析的還蠻細的 那有的地方很深 那有的地方你會覺得 哇昏倒怎麼會這樣 但是呢這些東西其實對將來是很有幫助的 我自己啦戲稱它叫虎皮蛋糕 這本叫虎皮蛋糕 那這個算是聖經之一 然後呢再來一個是這一本 這裡圖案上看起來不太一樣 這本書呢是文賀出版社的 它有兩種 它有中英兩本 就是內容完全一樣 那本來是英文的 後來那個黃宣範教授把它翻譯成中文的 這本也是相當方便使用的語法書 而且它一開始呢是用英文寫的 所以你自己在看的時候 你可以兩本一起看 好處是什麼呢 真的遇到那種特別喜歡跟你討論文法的外國人的時候 你可以很容易的跟他講 還有你們以前語言學是用英文學的 那你從這裡就可以把你那一整套語言學的知識 轉換為中文的知識 所以這個是也是很好用的 剛好中英對照本 這個我要跟大家說 剛忘了講 這個其實是大陸的 那但是我們是台灣出了這個繁體字版的 這本裡面的例子呢 完全來自大陸的經典 什麼叫大陸的經典 大概是49年前的左派作家 跟49年後的作家寫的經典作品 所以裡面還有人民公社 還有什麼 我不知道新版它會不會改 但是目前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有一些句子 可是它又不是現在大陸的語言 它是語言學上有一個習慣 我想你們外文系的東西會知道 就是說用例子通常會從語料庫裡面照 那語料庫是怎麼樣呢 大概有幾種 一個是可能是報刊的 但是大部分呢 像大陸的語言學家他們最喜歡用的就是 比如說魯迅 老舍 巴金 他們的小說裡面寫到的東西 那台灣這邊的作家呢 之前有人會用這個 因為來台灣的作家比較少 之前有人會用徐志謀 或者說徐志謀比較怪 也有人會用《紅樓夢》 但是覺得《紅樓夢》好像 那個語言跟我們已經有時代的距離 可是五四的作家的語言 跟我們也有時代的距離 所以這個是比較 好 再來呢 好 我剛剛跳著講 因為這個排序我沒有辦法讓它照我要的樣子 這本我沒有帶來給大家看 可是這本呢 我也很推薦大家看 這本是現在我們華語中心的老師們 正在一起開讀書會讀的一本書 這本書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是從外國人的觀點來看中文這種語言 那壞處是什麼呢 也不是壞處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讀的時候 老師們都哀叫 為什麼哀叫 因為哪有這麼複雜啊 但是從他們角度看就很複雜 比如說這兩個 這個月我們正在講的是這個coverb 什麼叫做coverb 輔助動詞 那其實它是英文的有點像介詞這種 那在中文的語法裡面呢 大部分的書也是把它當作介詞 比如說什麼呢 在 在這個字就是介詞 可是在它本身有動詞的性質 它可以當作動詞對不對 我在家裡 這個在是動詞 好 那所以呢他們叫coverb 那coverb它就分得非常非常複雜 非常複雜 為什麼這麼複雜 因為從外國人的眼光來看 他想要把它分 只要找出系統的時候 他要去整理 他就會發現這麼複雜 那恰恰是因為它這麼複雜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了解 學生的痛苦在哪裡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書 只是有一點要小心 就是說它有一些舉的例子呢 是廣東話的 不自覺地舉出了廣東話的例子 因為那個作者 他自己的背景的關係 他有一點受到這個廣東話的 應該說還受廣東話蠻大的影響 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好 這幾本是屬於主要的 好 另外呢 這本我也非常推薦大家 最好買一本 這是什麼呢 叫做漢語八百詞 現代漢語八百詞 而且是增定本 就是呂淑香 呂淑香是非常有名的一個語法學 語言學家 這本的好處呢 是訴查 就是說 有的時候你想說 知道說這個詞 到底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就可以訴查 馬上因為像你說 千萬到底是什麼意思 它是有千萬 還有用法的比較 所以也很適合拿來做講義 就給學生看說 應該要怎麼做這樣子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還列在上面的 有幾種 就是屬於 它很短 很好 隨便翻來讀 你可以從 將這個解明和語法非常短 就翻一翻 一開始讀 然後呢 慢慢的可以把那個架構建立起來以後 再去看這個複雜的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你直接去上那個課還好 如果你自己要看這本書 或者是我剛講的這個英文的書 你應該會很想殺人 好 因為那每一個 每一個題目下面都有這麼多的細節 會讓人很受不了 好 這是幾本比較重要的書的介紹 好 那大家也可以去那個阿農比那邊逛一逛 然後如果有什麼疑問的話 還可以再繼續提出來 那下一次呢 我們就講這個漢字教學 跟 如果你的書裡面包括詞彙教學 請把它一起納進來 好 那就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時間有點超過 對那個攝影大根本不好意思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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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